自2016年以来 土耳其维吾尔人祖利普克尔埃利 一直无法与妻子杜玛丽瑟联系 她的妻子被关押在东突厥斯坦的一个集中营中 她说 她的妻子毕业于法律 并与2016年被送往集中营担任教师 起初 她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集中营工作了八个月 然后被送到和田 祖利夫卡说 在此期间 她的妻子遭到了警方的三次询问 自2016年年底以来 都没有与妻子的电话联系 是委会主席敦诉各国切断于北京的贸易联系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库艾莎表示 两次从中国政府泄露出的机密文件 是维吾尔人遭大规模拘押的证据 本件已经把所有事都说明清楚 这些文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 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更多国际压力 多利庚与周四会见瑞士外交部官员 有说这个中立国家 瑞士与中国间有自由贸易协定 瑞士主要的银行和公司在中国也相当活跃 他说我们会向瑞士政府表示 应停止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合作 现在也不是瑞士公司继续与中国开展业务的适当时机 一名美国少女在TikTok上发表短视频 批评中国政府关押维吾尔人 账号随后被停权 虽然TikTok出面道歉并且恢复她的账号 但是该事件仍然引发了TikTok这个海外版抖音 是否遵从中国政府指示的疑虑 TikTok公司宣布 他们已经撤销了对美国少女弗洛萨阿奇茨账号的停权决定 解释这是一场认为失误造成的意外 该公司坚持他们在中国境外 并不受中国法律的业述 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了上周 在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中国外交部和香港政府均发表声明表示 坚决反对和极度遗憾 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对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香港保护法表示强烈抗议 两项法案均由中议员和参议员一致通过 特朗普签署后生效的两项法律 都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 近期调查发现 美国著名科技公司为中国规模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提供了协助 并从中获利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发现 英特尔和惠普等美国公司都为参与监控科技研发的中国公司提供了协助与合作 10月特朗普政府开始质疑美国公司与中国大规模监测与监视行业的关系 当时有8家生产大规模跟踪与监视设备 中国公司被列入出口制裁名单 美国商务部表示 这些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 原因是他们通过提供技术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方面发挥作用 在阿尔巴尼亚6.3级地震中丧生的人数上升至45 11月26日 在距离杜拉斯市15公里的6.3级地震中 遇难人数增加到45人 国防部说 在地震中丧生的人数增至45人 卫生和社会保护部宣布受伤人数790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